奇妙的感动 但愿你挥动 我愿和你唱着感动 还有在那个全球的超级 全球的超级社会密码的超马家人 大家好 还有在线上的这位同学大家好 好 我不会太会讲话 我来到超马我是实话实说 因为之前育营就是 从小就是身体不好 他很爱发脾气 脾气不好就是胃不好 头会很痛 一直困扰的 困扰到我来到结婚之后 也是一样 经过几个宗教系统 还是无解 在之前的有一个 遇到了一个身心灵的导师 他跟身心灵有关的 教导我 很认真的教我 可是我的胃痛 还有家庭的生活 都没有办法改变 经过四年了 我真的很痛苦 一直想说压力很大 学不会 老师也罵我 你怎么都教不会 我真的是学不会 学到一半而已 那就 那心里就很苦 常常想说 那怎么 以后我 这个人生的克力 我怎么圆满 在有一天的求助无门之下 我一直心里在呐喊说 那我还要去找哪一位老师来教我 终于天知道了 知道我在求救了 有一天有一个同修的师姐 他是先认识抄码的 他把那个导师的影片传给我看 那我看 那导师好像是 跟人家不一样 我听那个音档 还有听那个老师的那个导师的歌 这个导师的歌 好像都唱出我们的心声 那我想说 哇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 真的运缘到了 刚好那个大理的经会成立了 那个介绍我的人也没有带我去 我是自己找去的 之后就说 这个真的是不同幻想 那我接到这本 稍微是因为那本书之后 刚开始看 没有什么感觉 看到后面后继的时候 这个导师真的与众不同 不是一般的人 那我就真的心里就很笃定 这真的是我要找的路 那我就认真的学习 啊导师的话 我上经会 还有那个共修课 共修课也是我们自己找来的 都是自己找来的 上完之后 还没见过导师 发觉我的脾气好像改了 之前真的很容易发脾气 因为家里的成员 我们都是男生 连我先生都是脾的 都是鸟 所以我常常说 因为我住在这个男生的宿舍里 不是被宠爱 是被折磨的 不是被宠爱是被折磨的 真的来到超毛学习之后 哎 个性改了 脾气改掉了 那我胃就好了 不会痛了 也不容易发脾气 个性改掉了 那个胃好了 头也不痛了 个性改 这个生活步调 比较不会那么急躁了 比较就 这个家庭又变圆融了 比较和谐 那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孙子 因为孙子从小没有妈妈 她是我带大的 之前那个老师有讲 我这个孙子是来帮助我的 可是我爱他 他很疲 就是磨练我嘛 要成就我的 可是我不知道 他很疲 我就都是用骂的 就是他不乖的时候 我都是讲第三声 我就包脾气了 甚至有时候会拍桌子 所以一直以来 他跟我常常跟我讲 阿嬷你为什么每天都打我 我说阿嬷不是喜欢打你 因为你不乖 你讲不听 真的 来到超马之后才知道说 我们是爱错了 小孩子不是来 不是要管教 不是教训 是要教导的 那我就用 转念了 方法改掉了 用好的方法 转念 就用爱跟感恩来跟这个孙子相处 所以这个孙子常常说 常常要抱我 现在都很贴心 阿嬷我帮你按摩 可是我如果要来上课 他不喜欢 因为他说我都没有陪他 阿我要上课 还是上老师 今天为他很生气 嫉妒嘛 所以他不喜欢我 可是我看到他 真的有进步 有改变 所以这是我心中的那一块解 已经解除了 那我来到超马 自己已经一年五个月 加入超马之后 如瓦石修 他的地址归的虚型 真的人生百变了 所以说 来到超马之后 不久 几个月后 我就收到天地给我一个大礼物 收到礼物之后 先感恩导师 感恩导师的同时 感恩导师的同时 我真的眼泪就是 真心感恩真的是眼泪都 犯着眼泪的 感恩导师 感恩太阳光光 给我这个福气 让我这样 那我来学超马之后 脾气改了 胃痛好了 之前我看到太阳光光 我每次每年遇到夏天 我就开始烦恼 因为我出门都要 踹中我才有办法出门 那时候 之前夏天的时候 我常常都是中暑的 因为看太阳光光会反感 怎么那么热 所以一出去就中暑回来 常常就是头痛刮痧 来到超马学习之后 导师说那是心的问题 那我转念了 我看到太阳光光 我都一直跟他感恩感恩感恩太阳光光 所以说我来到超马 这一年五个月没有头痛过 没有中损 所以说心真的很重要 我常常跟人家讲 人家常常说 喔这么热 我说你要心要转念 不是太阳热 是我们的心在热 我们每天感恩太阳光光 它不会让我们热 所以喔 这个头痛改善了 那个 前年会伤很多 不然刮痧一次伤百 一百 再来就是 因为我最怕的就是喪事 我从小就很胆小 最怕喪事 就怕黑 哪要差嘛 之前喔 看到喪事 真的解不开 我也会解喔 就是解不开 也要请老师解 可是老师解也是 解是一时而已喔 来到超马之后 透过老师的教导 用转念的 看到喪事就是 祝福祝福祝福 欸现在 看到喪事后 都不会受到影响 来到超马之后 这一年当中 只有最近才有被烤两次 因为看到喪事的 太简单了 随便祝福就跑掉了 所以我回去 这头就很痛 那时候我就心的想 欸不对喔 我会想 是哪里做错了 想说啊对喔 看到喪事的 随便就太少 因为我们对喪事也是要恭敬心 要跟他恭敬 用祝福也是要有真心的 那我就趕快 头真的痛得很厉害 把头发都要抓干 那我心里就想说 啊导师对不起 跟喪事的对不起 跟老师对不起 马上请导师帮忙 老师请您帮忙一下 那我就把我的头部 就是刮一刮 刮一刮 那睡着了之后 欸头真的改善了 所以说生活进很多考 我都是有办法马上找到答案 像我常常在家里 常常就是跌倒 因为生活紧张 家是钱包的 我是总裁 家里的总裁 什么都做 没有人 没有女生帮我 所以我常常跌倒 不是跌倒 就是那个东西 不是要踢到什么 有时候是踢到那个椅子 踢到真的脚不会走路 那我马上跟他讲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小心 以后我会注意的 我会走路一下子 欸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是考官嘛 所以我马上转念 跟他撞尾 可是以后要记住 就是心不要太急 他处处要小心 老师说的 我们要把心守住 心模样乱七八糟 所以他在插毛之后 很感恩老师 今天你给我这么疼爱 最近我悟到一个事情 之前我常常被先生不是打就是骂 因为我没有做错 因为我没有做错 我不喜欢人家骂我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 一直在想说 我不可能被打倒 因为我是一只小强 为什么小强 因为常常听人家说嘛 蟑螂是打不死的 有一次我先生在说 欸这个蟑螂怎么打不死 啊就是打不死才叫小强 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 常常被骑我是说 我不会被欺负打 我不会被打倒的 因为我 知道我人身能怒慕还能完成 我最近在误导他 哇原来是天地的爱 把我保护著 所以我不会被打倒 我说很感恩天地 感恩天地 那我遇到老師 遇到老師之後我全盤 人生都翻轉了 現在我不會擔心我未來的命 你會找到路人 我的家庭我也不會擔心小孩 以前都會擔心小孩擔心孫子 老師說轉念嘛 你擔心沒有用 擔心會給他們壓力還有負擔 那我都會用祝福的 真的改善很多 所以現在心比較輕鬆了 只要我把操碼修好 做操碼是家裡不好 這樣就好了 以上是我簡單的分享 謝謝大家 祝大家都圓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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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